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是可以下载的 就是它的系统固件呢 都是在这里可以下载的 然后这里呢 这里我有看一篇教程 它是写的非常不错的 在这里 这里呢 它就列举了 里面也包含了其他系统怎么安装的教程都有引用过来 所以这篇教程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把它的链接放在这里点一下就可以跳转过去了 那么总之这个刷机的过程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下载一个镜像 然后是一个压缩包 解压出来 里面有一个点ING文件 这个就是一个镜像 然后用工具把它写入到U旁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U旁插到我们的NU上面 然后开机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主要的过程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忘记修改这个了 修改这个文件之后再开机就可以了 这里我的机器连接着一个读卡器 还有一个键盘 然后接上链源 这个U旁其实插在哪里 都是无所谓的 两个USB口 随便哪个都是可以的 通上链源之后 它就会开机 开机之后会在这个安卓界面 如果你那个DTB没有修改的话 你会一直卡在这个安卓界面这里 如果修改之后 就可以像我这样 滚代码 然后进入系统了 接着输入密码 还有账号 之后需要你更改一下密码 更改密码之后呢 需要你创建一个账号 创建账号之后才能进入这个桌面系统 这里试制的密码 最少的长度都要8位的 所以如果试制太少的话 它会让你再来一次 之后就会自动的进入这个桌面系统了 然后在这个桌面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视频点开 是可以直接播放的 这个视频也是有声音的 但是因为这个 ND它的输出呢 只靠这个HDMI 所以就要求你的显示器是带有这个音频输出口的 才能够播放声音 因为这是一个Linux系统 所以里面自带也有这个中端的 所以基本的Linux操作它也是可以完成的 然后里面还带有一个浏览器的 不过用起来有点卡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文件管理器也是有的 用它可以管理右旁或者硬旁里面的文件 但是呢 我们想要更好的用这个系统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配置 我早上自己也尝试了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的 所以后来发现呢 上有一位大佬 他发了一个帖子 然后把他自己的系统呢 打包上传上来了 我把它的帖子链接放在这里了 在这里呢 它这个系统它有什么改变呢 它就是它可以变成这个中文的桌面了 然后还有这个拼音的输入法 用官方的系统的话是没有这些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修改 然后可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嘛 那它现在它把它修改好的系统上传上来 我们直接用它的系统 写入到右旁里面就可以用了 就不用自己去配置这些 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 这样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早上用它那个官方的系统呢 装好之后它是没有那个WiFi的 但是用它这个打包好的系统呢 用它打包好的这个系统装好之后呢 是有WiFi的 所以我感觉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直接用它这个打包好的系统 真的会省去了很多的麻烦的 然后它这里有给这个百度网旁的链接嘛 然后里面有三个版本 你看我的这篇文章去选择这些 自己的试用的版本吧 我自己现在装的是这个16G的镜像 到这里建议还是用它最新的这个8G版本的镜像 下载之后有3G多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 它里面也有说明 他这里11月的17号更新了这个8G右旁版 就只有前面三项 第一个就不用说了 就替换了中文桌面还有拼音输入法后来加了这个Docker嘛 主要就是这个Docker 我们可以装好之后就里面就自带了 不用自己再去装这个Docker 然后装好这个系统之后 其实 直接开机就可以进入这个桌面了 但是不管你用官方的系统 还是它打包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都需要改一下这个转件源的 这里我有把它写出来 你根据命令自己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吧 把它那些国外的源呢 改成国内的源 这样我们装转件会快很多的 然后现在打开Bilibili看一个视频是可以看的 因为这个HDMI也是支持输出音频的 所以我的显示器接一个小音响之后呢 就可以输出这个声音的 那这样这一台小四倍呢 其实真的可以当一台性能比较差的电脑主机的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功耗怎么样呢 现在是连接一个显示器 然后同时借一个键盘还有一个鼠标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功耗是怎样呢 我这里测出的它的功耗是在2.1和2.2瓦之间的 那么这个情况呢 还比用它刷成小钢炮系统之后呢 插一个硬盘还要低的 因为小钢炮的话那样使用是2.5瓦的 这样的功耗呢 一个月算下来是用1块多的电费的 是非常的省电的 你用电脑的话是不敢想象的 这里我的建议呢 如果你没有这台机器的话 没有必要去买一台这样的机器 然后来刷机 因为呢 它虽然可以做到 但是它用起来是非常的差的 就比如说你打开视频的话 其实它大一点的视频播放就卡成TPT了 然后网页的话 网页打开多几个标签的话 就也是很卡的 所以可以做到 但是用起来真的体验不好 然后我感觉它最适合做的就是不要装这个桌面系统了 直接做成一个小型的服务器来使用是最好的 因为它功耗很低嘛 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一台机器的话 那你弄一个读卡器或者弄一个右旁来刷一下这个系统 试一下 我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刷机这么的简单 对吧 写入进去 然后插上去就可以用这个系统了 刷这个系统来体验一下是挺好的 但是专门去买一台机器来刷就不建议了 没有必要 现在在我看来它刷成这个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使用WiFi了 之后呢 我可以在Docker里面安装这个QubitTooling呢 来下载这个BT任务了 这样我只需要在有电源的地方呢 连接这台机器就不用受这个网线的限制就可以下载文件了